好继续来看到废弃契机车站用道路影响阵容以及用路人的权益 28号呢玉里镇长江东城以及玉里分局的交通组 前往火车站前广场以及玉里镇的主要道路来清查废弃车辆的放置情形 并表示公所跟玉里分局将会尽速处理道路两侧的老旧废弃车辆 还给阵容一个干净整洁的样貌 针对废弃车辆28号先行前往张贴一致通知单 依照规定经过7天之后如果没有移除 玉里镇公所将会把车辆移置到玉里镇长梁垃圾埋场 镇长并且叮嘱公所同仁需要定期清查 玉里镇内主要道路两侧的废弃车辆的情况 以避免滋生脏乱影响整洁 所以我们今天去的部分的话 我们清查之后会贴一个黄色的一个告诫单 请这个车主还是相关的人物人士的话 在这个限期之内把这个车辆移走 如果时间到的话 我们会把它这个整个会移除到这个一个集中 集中的那个堆滞场之后 会进行来一个集体的一个拍卖 另外玉里分局也表示将持加强查报与脱掉废弃车辆 也欢迎民众来举报 另外车辆一致所产生的一致费一律是要由车主负担 请车主不要随意的弃制废弃车辆 那为了能让我们玉里镇的道路更加的清洁 那交通也更加的安全 我们今天与分局配合玉里镇公所来执行这项情务 在这里也呼吁我们玉里镇的证明 不要任意的将废弃的车辆弃置在道路上 那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或有害观瞻 那请依正常的程序来查报报废 玉里镇公所清洁队也在这个月初 已经前往移除车站周边大约60辆废弃的脚踏车 获得玉里镇民广大的回响已经肯定 玉里镇长也呼吁证明们要发挥功德心 不要随意停放车辆在道路的两旁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